以來在拼國力的部分 也出了很多很特別的歷史 就我知道隨朝隨代的時候 這個不 應該是元朝的時候 忽必烈時代 他似乎有派船 要遠征到別的國家去 可是我想請問 當時是船不好還是颱風太大 導致當時的船竟然沉船 還蠻落差的 這個事情的話其實還蠻好玩的 其實我常常在講說 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 而考古學就是把昨天的歷史 變成今天的新聞 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現在那個長崎市 跟琉球大學聯合的一個考古計畫 他們這個學校考古以後 最新發表出來的 看一下就一艘船而已嘛對不對 很多人這個時間反應講說 就這艘船有什麼特別好講的呢 我告訴各位 這一艘船了不起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艘船是目前為止已經發現的 元代的時候攻打日本 兩次攻打日本 他們當時沉在水底的船之一 而這個船它的長度 據說根據當地的說法講說 長20公尺 寬大概是6到7公尺左右 沉在15公尺的水底下 那很多人講說那個船有什麼了不起呢 告訴各位 到目前為止只發現兩艘而已 在過去的話看到的全都是碎片 那這個事情的話其實挺有趣的 來我們來看上地圖 這個是現在這個長崎這個地方的地圖 而這個是古城船發現的位置 那為什麼說中國元代的船 會在長頁這個地方發現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在元代忽必烈的時候 事實上當時還挺好玩的 你說也曾治平 這個元代忽必烈皇帝 當然皇帝有的話 他在先讓高麗這個國家 就是韓國了 這個成為中國的反省國之後 後來忽必烈的想法講說 你光是這個高麗算什麼的 我們連日本人一起把他弄進來 所以當時忽必烈先前使到日本去 跟日本講說你投降我怎麼樣 覺得當時日本人講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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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這個忽必烈再派人去 對方乾脆把使節給殺了 所以當個忽必烈一火大之下的話 就開始徵召大軍兩次攻打日本 結果 結果的話都死得很慘 你知道元代部隊的話 張無不勝 攻無不克的 是很強的 蒙古氣氛很強悍的嘛 對不對 這個什麼那個陳律山的部隊 遠征全世界 可是唯一是吃鳖 在哪吃鳖是不是 在日本 這兩次吃鳖啊 被日本給打敗了 但是重點是 其實被日本打敗嗎 其實也未必 被颱風打敗嗎 因為其實被風給打敗了 真的假的 日本人說話講說 這是神風 所以後來日本有個神風特攻隊嘛 對不對 原來是這樣就這樣來了 他說是因為在一個 月黑風高也來好夜的晚上 突然間刮起陣怪風 結果呢 護飛的部隊兩次喔 整整兩次 第一次4萬人 第二次14萬人 結果呢 他們的團隊 就在日本的沿岸 就被這個怪風給吹沉默這樣子 確定是颱風囉 結果呢 日本人講說這是神風 這是這個天神來的一個恩寺這樣子的 讓這個蒙古人 那個陳奧神裡面去都淹死去 這個仗也不必打這樣子的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根據最近的考古隊的資料 看起來的話 其實這個說神風是對嗎 其實也未必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真正的情況是告訴各位 其實元旦用的船爛到爆 爛到實在可以讓你可以 這個真的先到每一個地方好 自己害死自己 因為船太爛 這個船實在太爛了 為什麼 第一個 這個是平底船 想想看 平底船去走海這個地方 其實海的那個海船的話 必須要尖底船 對 你用航行在河道的平底船 拿去遠征日本 當時那個風稍大一點的話 一吹這個船就沉了 海象不一樣啊 根據日本人的說法 講說是颱風 我告訴各位 根本就沒有颱風 為什麼呢 有人常過氣象史 當時根本就沒有颱風 只是風稍微大了一咪咪 就這樣子的 所以是因為風大翻船 風太大了 結果這船就翻了 就這個樣子 船也很爛的原因 就很爛嘛 對不對 那湖北爹為什麼用那麼爛的船呢 我告訴各位 又是韓國人害的 韓國人給他鷹沟裡翻船 故意造爛船讓你搭 這一次我可沒有造韓國人搖 告訴各位 真的是韓國人害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互不列當年 徵召的這個戰船 是由高麗所製造的 所以因為當時 其實告訴各位 因為高麗離那個 就是韓國 離這個什麼日本比較近 對不對 你從中國本土 徵掉戰船的話 太遠了 所以就從高麗這個地方 徵掉戰船 然後另向他們 第一次做了1000艘戰船 第二次的話 是3500艘戰船 就從高麗直接出發 攻打日本這樣子的 就也不知道高麗人 當時心裡不太高興 還是說什麼 那個想要故意偷工減料 就搞了一些 原本是航行在河上的戰船 拿去給蒙古人用 所以這個 撒布瓜基的這個蒙古人 忽必烈就用了 原本是用在江上的戰船 用在那個海上的海上那邊 結果風一吹 結果這個仗也甭打了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靠岸以後 風到了以後 船噗通噗通的 就沉到水裡面去了 看一下這一個 就最後告訴各位 韓國貨就是這樣下場